强者有四个特征 第一 包容性强 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成熟 不能光看年龄 成熟的人不在乎和感情有关的人和事 只关心对自己现在和未来有好处的事 碰到诋毁自己的人和乱七八糟的小事 都不当回事 转身就走 也不整天跟人说自己的倒霉事 更不会对别人有太高的道德要求 一心只想着提升自己 第二 懂得换位思考 成熟的人能理解那些不理解自己的人 不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 也不指望别人懂自己的苦衷 不跟人争论 他们知道每个人都受环境影响 狗爱吃屎 狼爱吃肉 很难改变 要是看到狗吃屎去拦它 它可能还以为你要抢 咬你呢 第三 情绪稳定 成熟就是该哭该闹的时候 还能不动声色的微笑 不是压抑自己当老好人 而是明白有情绪问题会更严重 小问题加大情绪就成大问题 大问题加小情绪就是小问题 乱发脾气只会让事情更糟 还让人觉得自己是婴儿 常熟的人该忍就忍 该狠就狠 第四 低调冷漠 一个人经历多了就会对人冷漠 不是高傲 是没经历讨好别人了 谁对他好 他就对谁好 稍微泪点的关系都不想维持 不是不会与人相处 是不想逢唱作戏 一辈子不长 别为难自己 也不用讨好别人 活好自己最重要 沉默低调的人值得尊重 他们低谷时没人帮忙 亲人爱人也冷眼旁观 全靠自己爬起来 这种人对人和事不抱幻想 只信自己的双手 习惯用实力说话 关注我 每天给你分享更多干活内容